敢什麼進度呢 讀進度 讀進的進度 對不對 因為這個過年嘛 總是要給自己放個假 所以讀進的進度就落後了 感謝主啊 很多人看中神的話語 就很喜歡讀生技 但是又加上了這種 團隊的力量 所以就更有能力 更有力量可以讀進度 因為你不讀 你的團隊會告訴你 嘿 要快讀耶 不要討厭我 這個 今天要講法板的代工 這個屏幕蠻明類的 有沒有聽過 沒有 對 什麼叫法板的代工 法板是什麼知道嗎 法板代國聖經叫做我們 這是 立約 這是一個 神按這個約 以色列人立約的兩塊板 然後呢 這兩塊板就是約書 所以這兩塊板 法板 很貴重 然後我今天 我們的 背誦經文 也很重要 當你背誦經文懂了 你就知道我要講什麼 這裡說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這裡 前面前文 是指著 如果你沒有看聖經 你就知道 它是指著 把我在寫同一件信的問題 但是它一轉句 就轉到 你們是基督的信 是藉著我們修成的 就是有人傳福音給你 可是呢這不是用墨寫的 這個信就是我們 然後是什麼寫的呢 是用永生神的名寫的 而且不是寫在石板上 交給摩西那個石板 不是 而是寫在心板上 所以這次呢 酸碎的 神把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交給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我講 侍奉和太空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每次侍奉 我就越來越 學習 知道那位原創者 他的心意 所謂的代工就是 你自己 不是你原創 是有人 他把他的一個 idea 然後交給你 請你來幫助他完成 然後你把它做成 這個工作 這個作品 是你做成的 但是他原創者 同工 知道嗎 所以你是一個代工 他是設計者 你設計好 請人代工 但是兩個都得到同樣 所以不管是設計者 還是代工的人 他們共同完成的這件作品 這個作品裡面 就是非常的同樣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 也非常寶貴 我看見很多這個基督圖 圖哈哈 也不知道什麼寶貝 所以今天我要教各位 寶物鑑定 最近有很多寶物鑑定的節目 有看過了幾種 請幫助 請幫助 有的人大概都有寶物 所以你會注意他 沒有的人 會說 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如果不關你的事 那這些東西 就離你遠離 可是如果關你的事 你會去注意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沒有 所以他的想法 就是說 我早已看了 事如同分補 所以我才不看那些 金顶寶石 跟我什麼關係 其實 看萬事如同分補 是一種心態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聖經中 談到蠻多的精靈 有沒有 神的話語貴重超過精靈 可是你如果不知道精靈的貴重 你根本不知道神的話語 貴重 你也神的話語 像那個隱藏的珍寶 不過你不知道什麼是珍寶 耶穌神 舉例說 有人去 這個 天國就像什麼 有人去找珍珠 然後找到以後 他就找到一個最重價的珍珠 他就把其他人留掉 就留下來的重價 有沒有 可是你不知道珍珠的貴重在哪裡 所以你就想 我看萬事如同分補 那個叫自己騙自己 我希望我們曉得 當你的頭腦裡面 如果沒有真正去明白它的寶貝在哪裡 寶貴在哪裡 你就不會喜歡 它就不是屬於你的 它就離你很遠 可是如果你願意改變你自己 你就是神的正報 整個來工的過程 會幫助我們被神成全 所以我們剛才讀的經文說 摩西的臉 忘光了 好 有沒有稍微同意 還是很難 我被喜愛好不好 主求你幫助我們 幫助孩子 可以把你的話語講得清楚明白 讓我們有一個受教的心 能聽的耳 就祝您赐下聖明 把會室來教訪我們 讓我們真正能夠發現 我們是主人的正報 主求您來成全 聽我們祷告 告訴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 跳一些 謝謝 最近在建堂 這個 所以有些人他們 把他們 寶貴的東西 他們覺得 我們的錢都奉獻了 沒有什麼錢 那就把他們的寶物 拿出來奉獻 那我好感動 這些他們的奉獻是 從心裡面 參與這個建堂的工作 因為他們覺得 這是什麼家 神的家 不應該跟平常 代表欠了很多錢 所以他們 努力的要完成這個 負債的償還 那你們就把他的寶貝拿出來 好 珍珠 你知道珍珠寶貝在哪裡嗎 珍珠有分真的和假的 假的就是人工的 怎麼分變真的知道嗎 就是把它兩個拿來抹一抹 沒有粉粉的 就是珍珠粉的 那個是真的 如果抹一抹 滑滑的 沒有粉 那就是假的 但是他的寶貝在於這裡嗎 他的寶貝在於哪裡 他到底為什麼寶貝 你知道假的 這樣一串 值多少知道嗎 蛤 15元 多多 哈哈 但是如果是那個 養豬不太好的 一串值多少知道嗎 200 因為你可以拿去磨珍珠粉 還可以敷臉 讓你白白淨淨的 可是好的是什麼 最好的叫做什麼珠 叫花珠 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每一顆的大小 要超過7.5 而且要圓 當你選的時候 而且要顏色特別 他之所以正會在一個西上 大概幾萬顆當中 才能夠找出這幾顆 一串總共有幾顆 知道嗎 我不知道 這個牧師 這個 很感謝上帝的就是 參與建堂直接工作 因為參與建堂 那牧師學會了建築 因為需要那一款 所以學會了銀行 經濟的運作 因為有處理這些 賣品不能夠隨便亂賣啊 所以就開始學習保護建立 然後整個學習的過程 就越來越發現 哇呀真是美好耶 那珍珠為什麼可貴 因為它的形成是 有一粒沙子 跑到珍珠板殼裡面 然後很痛苦 因為珍珠板殼裡面的肉是軟的嘛 那它每天摸著那一粒沙 哇很不舒服 所以它就分泌珍珠層 把它一層一層的包裹起來 所以當它這樣子分泌 你知道要多久才能夠形成這樣嗎 一年都可以 一年不行 這可能要三年 它要痛苦三年 非常辛苦經過這三年 然後才有一顆珠子 沒想到最後 要被使用的時候 還要被打開 它就死了 然後珍珠就產生 這每一顆珍珠都代表著有射擊 每一顆珍珠都代表著有痛苦 都代表著有承擔痛苦的毅力 都代表時間 都代表它在重能 重珍珠板殼 非常的不一樣的堅持 所以它的可貴 在這裡 懂嗎 好下次會選珍珠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 水晶 知道水晶和玻璃怎麼分辨嗎 首先它這個放大前一看 玻璃一定有小氣泡 這個水晶和玻璃氣泡 這個水晶和玻璃氣泡 這樣懂得好 好 這個是什麼 古畫 古畫 什麼畫 這個是什麼 刺繡 這個是捲軸的畫 這個是捲軸的畫 然後這些東西原來都放在哪裡 你知道嗎 隨便的倉庫的一個角落 然後就丟在那裡有很多的灰塵 然後直到這個月 到底啊 怎麼辦啊 健康很快還欠那麼多錢 然後我就想到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刺別的貢獻出來 也許有價值的 然後我就去翻出來一看 然後一看 我也看不懂 到底怎麼分辨 有人會分辨嗎 你要先看他的落房 你知道什麼叫落房嗎 這是他的名字印章 那我一看這是誰的 寫著梅玲的字 後來又一查了一下 叫吳梅玲 吳梅玲是誰的 認識嗎 然後我就講 我的姑姑剛好 他們幾位是藝術家 姑丈 他是那個美術協會理事長 我就打給他 梅玲的字 啊 他是我的寫文老師 等一下 他已經過世十年了 他活到106歲的時候過世了 哇 真的喔 然後 啊 怎樣 我有他的貨啊 不知道是不是誰 什麼吃不吃錢 呵呵呵 他怎麼很吃錢 一聽到馬上把他灰水擦槍 很小心翼翼的打開 很小心的 不要摸 不要摸 然後把他清理乾淨 然後就要開始搜尋 價值多少錢 對不對 然後我一查電腦 總共有兩位100歲以上的畫家 一個是在大陸 一個是在台灣 在台灣這位已經過世 過世跟更之間 呵呵呵 所以 他還被蓋了一個 叫做梅林美術館 在褲子那邊 家裡褲子 我就是 哇 它很珍貴 我把它收起來 現在沒有藏在那邊 不要去找 現在放在安全的地方 好 啊 這個看不清楚 好 這個就跳過去 但是這個叫洛環 這位是誰呢 看得清楚嗎 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的洛環 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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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來嗎 你應該看很久把這一副 你應該看過吧 他叫什麼名字 王毅謀 王毅謀 對 我大部分問人家 人家都說金男王 呵呵呵呵 他叫王毅謀 結果 我不知道他的價值在哪裡 他價值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是那個 韋欣的 父親才來找到 然後捲線 原來就花在他們家的客廳 他們老家的客廳 然後後來他捲線 我就一直放在牆角 然後後來 花 黃的 呵呵呵 後來 說前兩天那個 長老一場 呵呵呵 原來他是中國的八仙之一耶 哇 這個博物館裡面 竟然有他的作品 所以他是 貴重的 有人都不曉得 齁 之前那個 整理房子 都燒掉 都丟掉 呵呵呵 原來他是 那麼樣的重要 好 這個是什麼 有人會喝戀慾的嗎 不知道他的正貴在哪裡 這個價值多少 知道嗎 如果他是真的 有人知道嗎 蛤 十萬 肚子 剛好這個在這裡 要給我摸摸看 好 先教我們 浴要什麼 浴要用兩尺這樣 因為很 怕他掉了 會這樣拿 那接著你 不要先用兩尺來 兩尺 好 那如果要放到 好這樣子 好他就拿出了 好 這個如果是真的 他價值多少 五千萬 好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媽 炒完房金以後 炒比特幣 比特幣炒完以後 現在再炒這個 所以 都是炒起來 你知道嗎 這叫做市場價格 但是他本身 有他的 特性 這個叫做他特性 據說他是親人類的 他人類很好 我拿去給你看一下 呵呵呵 好 這給你看一下 都在前面的 才有這五分 你都不要做太厚 也好 他在阿拉伯塔 五千萬 五千萬 我一下 好 這要怎麼分辨嗎 這要他會做在哪裡嗎 因為他很透 均勻地透 而且他顏色 非常的均勻 而且他夠綠 然後呢 這個東西 銀索分辨 首先 他和玻璃的有什麼不一樣 摸一摸 他如果是 摸起來溫溫的 那個叫做西集的 就是玻璃做的 或者是用石粉 和素食 石粉和素食 去做的 他有分ABC三集 然後呢 如果 米集是什麼呢 是他的 他是真的石頭 真的玉 但是呢 他時間不夠 所以需要去加工 去燒一下 燒過 用七八百度去燒 然後燒到他 他有一點 烤到顏色能夠跑出來 蒸 然後跑的顏色 讓他的裂痕 小裂痕 有顏色 可以跑進去 然後呢 他 這個叫做披霧 但是如果是真的 他經過喬這樣的琢磨 哇 他就非常地透 而且沒有雜質 後來呢 他去鑑定以後 這個值得多少 知道嗎 請見價 有沒有 一千塊 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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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拿出來 這裡 哇 好 知道他為什麼嗎 他只有差一點點 他也是真的玉 所以他才值一千塊 但是他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他拿去做酸的處理 做過處理的啦 他不是天然的 因為他時間沒有熬那麼久 所以大部分的寶物都是 先說起來 雖然一千塊 也是要很貴重的 看待他 因為是 他的差別 可能是差一點點 你知道鑽石嗎 鑽石的分別嗎 差一點點 克拉是很輕的 然後再差一點點 或者是那個橙色 有分MCD EFG 對不對 到哪裡 你們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差一點點 也就是他的良命 可能有一點的雜質 就可能是有五百萬 和五十萬 或五萬 那樣的差距 都是差一點點 一點點 那我講這個幹嘛呢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 你都不知道等一下 我要講什麼 好 另外還有很多的話 好 我要講 石板 換石板 你知道這個摩西亞 他手裡拿的這個法板 是真奇 是三立的智 你們想不想看 看這個三立的智長怎麼樣 沒有辦法 被摩西摔碎 這 這裡寫著 這兩塊法板 非常的貴重 你知道它是什麼樣的石頭嗎 橙色 是怎樣嗎 你知道 它是三立的真跡 不管石頭是怎樣 它是三立的真跡 貴重啊 兩篇都有字耶 你當然寫得滿滿的 因為如果你看 那些內容 聖經有寫 應該如今進度 這裡已經超過了 對不對 所以都知道 這很多 面 都是 這裡特別強調說 這一片拉面都有字 是神的動作 是神寫的 一定要這句 你知道嗎 建立就是要看這一句 知識神寫的 喝在晚上 沒想到是摩西 他走下來看見 欸 金牛肚 哦 很生氣 你要選法板還是金牛肚 好像金子比較貴重對不對 我自己很生氣 就脾氣不好 就把它 啪 摔碎 哇 你知道摔碎多嚴重嗎 最近有一個叫齊經的天后宮 聽說百年神教在 起 起 那些神教班 就把那個 百年的清朝的那種 那種整個教 給摔碎 而且爬下來 裡面的那個 神明就落爛了 哇 那個 他們就開始要 要哈佩 那摩西摔碎 上帝手工的法板 要賠多少 你覺得咧 剛才如果這個 這個 浴室真的 你摔碎要賠多少 知道嗎 五千萬 對不對 那摔碎法板 法板都要比這個 綠貴重 貴重太多 我全世界就只有這兩個法板 而且是神耶 神 親自寫的耶 哇 如果在宗教上面的東西 就更賦予他的價值 都麻摔 所以他真的是陷入神耶 這樣脾氣不好 他原來就是和上帝相聚 靈修班 參加了這些 這個靈修班 哇 和上帝面與面溝通 哇 太屬靈了 可是一下來 看到這些人不屬靈就生氣 生氣幹嘛摔上帝的 對不對 不是他自己寫的啊 生氣竟然摔上帝了 噢 所以這個摩西亞 如果是你要不要法納 真的耶 我覺得他以我們都沒有辦法看到 上帝寫的字 好 那上帝有沒有法納 上帝有沒有法納 上帝有沒有法納 有沒有法納 有沒有法納 沒有 好 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是碗 碗 碗竟然可以放在蜘蛛網的上面 碗 這是全世界金氏紀錄最保的碗 最保的碗 旁邊這個是蛋殼 蛋殼的厚度是0.9米 這個碗的厚度是0.2 以下這次0 0.2 Math in Taiwan 很榮耀對不對 Header in Taiwan 這個人 他上次參加世界博染會的時候發現 國外竟然能夠做出0.9 像蛋殼那樣好的碗 那個磁器 他就用9年的時間 研發 終於讓他學會 但是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做什麼事從心裡做 不是給人做的 努力的做 結果 結果再用90的時間做出0.2 所以他的碗 你拿上去會透光 就是這位人 他叫王正郎 你知道他最近拿了五個碗 去換了一台保濕結 男生都很喜歡保濕結 老師也知道 可能會一台800萬而已 五個碗 你知道他要燒壞多少嗎 他要多少的挫折灰心 他容易會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捏起來再好的成品 又很薄的要燒的時候 那種熱度 承受不住就烈了 那差不多會燒好的 第二部分是上誘 上誘完還要再燒一次 還是會破 第三個是 啊終於不破了 然後拿去點邊看的時候 砰 拿了台大力的 還是會破 那這個蠻危機適服啊 可是他必須要 整個過程都非常小心 到後來他成為全世界的第一人 他成為這個 這個業界的代表 最厲害的 寫起來 現在的紀錄是 0.2 Mandale in Taiwan 據說這個網啊 你放在家裡面 他們也沒那麼容易活 他們在聽音樂的時候 他會跳舞 他會跟著動 而且不是稍微震動 是很像 我別人不像 他應該也蠻像的 你看得到 但是沒有破 沒有 好 看了 我沒有拍手 不要拍 不要拍 真的 我跟你講 破掉這些寶物啊 很重要 很貴重 這個摩西 即使上帝他用成土造人 然後 後來 怎麼樣的轉換 成土的人 變成有一個活人 怎麼樣轉換 神就吹淚口氣對不對 同樣這個石板 磁心就變肉心 肉心的價值 不是在於他本身是什麼造的 就像那些字畫 他是只有紙張和墨水而已 但是重點在於他的原創者 的 一生的努力 然後 有那麼樣的貴重 最近有一個 這些藝術家 因為 這是在美國 不買博物館裡面 不展出他們當地藝術家作品 竟然展出中國大陸一位 作品 他就很生氣就拿起來 看一看 警衛看 他竟然動手拿著幾百萬美元的這種陶冠 放下 放下 他就 放下 就把它摔碎了 哇 所以現在還在 看看到底要賠多少 那 他的辯論 在法庭上辯論說 因為這位 中國異議的 很有意見的人 他常常對中國大陸的政權很有意見 所以他也曾經摔毀摔壞過這些古物 然後把他拍成照片 他用行動藝術來表達一個藝術的精神到底在哪裡 然後另外這位就是說 羅斯在這三谷土的前面 第一谷他拿起來看 第二谷他把他留下來第三谷 所以要呢 他要啟示什麼呢 他說我受了他啟示所以我就拿著他的罐 好 那他放在這裏是讓我們交換的嗎 表示他作品很棒啊 我是會欣賞他作品 所以那個 藝術家就說 我不跟他所賠啦 看看你們管他怎麼處理 你們自己去處理 我不跟他所賠 你們問我啟示 師範是聖經對不對 聖的話 可是師範重要不重要 師範是拿來罵人的 你不要太師範 師範是拿來罵人 你不要太師範 很多時候我們讀聖經都很師範 我們讀聖經還在師範的切斷 還在生姬的建立 還在於他整個上面寫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並沒有進入到神 他到底要什麼 所以第一次下山的時候 摩西的臉沒有放光 沒有啦 他只是通膨 因為很神奇 血壓到 所以沒有放光 他只是通膨 西伯來書 我們一起來念八章十節經 主又說 那些人請走到我 我為你聖結教所 你的原本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做他們的神 他們要做我的神 神赤下聖經 主要就是要把 讓你把它讀進去 我有一次 我曾經有 不止一次來過 你有到父母 不止一次來過 把聖經丟掉 上面 原來寫的秘密媽媽 可是有時候 我心痛到我疼 就把你丟掉 後來開始 我覺得 我體會了這句話 神要讓你 吃給我 不是死法 不是讓你看見它 古物的價值 或者是這本身的面值 你知道銀的價值在哪裡嗎 當然我說得上比賽銀 銀的價值在哪裡 你知道 銀幣它本身的價值上面是一塊錢 這上次我講到有講過對不對 價值面值和特值 面值只有一塊錢 那它的市值呢 就是它的重量 現在一樣是大概 或還有它的工 大概一兩千塊 但是它重量是怎樣 你知道嗎 重要是它和人很好 它有消毒殺菌 養人的 增強體力 的功能 所以如果 有一次亞歷山大的大陸 他們就去到一個荒野的地方 然後那些水不乾淨 士兵都得到面積 喝了那些水都生病 只有這些長官們沒有生病 後來查了原因 原來長官都是用銀杯喝水 銀杯能夠怎樣 消毒 它釋放出來的正離子 能夠去吸附那些菌 然後把菌所需要的那些搶走 因為菌非常小 然後它這個整個被淨化 如果你到野外地方沒有銀杯 那你就有銀幣的話 你就可以放下去 然後搖一搖 大概 在髒的水 一個小時就有整個淨化 如果有銀的地方 那杯水 都不會壞掉 因為不會長進 不會爆 如果你有傷口 萬一 那OK棒是那些裡面 都有銀離子成分嗎 如果沒有 你就拿一個銀鐵匠 所以 努力承諾各場比賽 的話 變得銀利 真的 銀它的價值 是因為它和人很好 有些人就是把它拿去放在保險箱 很可惜 它是不會用的 東西是要用的 但上帝祂的功 主要是 不是要當 我們有施板 最好 代功 首先你要先學習 把施板 不要刻在施板 是要刻在心板 所以把神的話背起來 放進去 而且聖禮會幫助你 會雕工大師是聖禮 是 沒有得比聖禮 不是 不是那個摩西好 摩西他 後來那塊施板 帶回去 帶回去以後 是不是那塊施板 一直展示在那裡 有沒有 然後每天到大家 沒有了 那快拿回去以後 他會說 那誰要打招牌 趕快拿去放在 冤會的裡面 那是收起來 他才會神的代言 所以重要不是那塊施板 好 第二點我要講到 當你如果請別人代工 你一定要和他一直溝通 我們建築的時候 建這一棟禮拜堂 那個建築師畫耳圖 然後請這個 清水的建築 來幹 每天到後面 每天討論 這樣對不對 這樣好不好 每天一直討論 然後和業主 需要怎樣 一起討論 所以 我一個代工的事項 他必須要去專注 那位主 就是交坡的主 他要我們做什麼 所以主耶穌 他成為投生的 他成為出手的 他成為長子 讓我們可以效法 可以學習 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頭腦長大的過程 都已經被自私化 都已經被得私化 所以我們對神的話語 我們沒有看中他 我覺得和我的思想不太一樣 對 昨天有一位藝術家 他告訴我說 我是比假大陸 我得到很大的幫助 我才 我讀國小三年級 可是現在他的作品很爛 我說看建築 然後假博士也沒有讀很高 對不對 但是他發明的東西 全世界都在用 他沒有被自私化 你知道什麼叫自私化 就是 如果你照相照完 然後要轉到電腦 然後發現 還沒有自私化 需要個自私化嗎 你要不要按Yes 要不要 不要 對 你按了會怎樣 通通不見了 我們已經原始的那種靈感 原始的那種上帝所創造的 兩張下萬的內術 有沒有上學 沒有啊 就是他直接聽神的聲音 直接按神面對面 可是被自私化以後 前面的都被Delete了掉 好 我要等到WWJD 如果你裡面沒有這些 這個 有一天啊 前兩天 因為 我們的佩服傳到 桌上哪個這些 WWJD的這些手法 運動手法要送給學青 這裡面有個條不一樣 可以課面的出來嗎 從上到下12345 第幾條不一樣 啊 最後一條 對為什麼 因為他 因為他 法人 所以這 有一個不用工的人 你過來看 M.M.I.D. M.M.I.D. M.M.I.D.是什麼意思啊 阿 M.M.I.D.就是 Mama I do 我們上前兩個禮拜 不是剛剛講到 講過 W.N.J.D.是什麼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穌會怎麼做 所以這些是要鼓勵我們 我們做事的時候 不要隨時注目耶穌 主耶穌會怎麼做 我怎麼做 你就不會失敗 可是這個 如果我們不要工 就會 反過來就會變成M.M.I.D. M.M.I.D. Mama I do 好 在以西結書講到說 神要賜給 我們一個新的心 用新的靈 放在裡面 又從人造體中 除掉什麼 死心 這點最難 很多人讀聖經 都不除掉死心 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 你也不會把它丟掉 明明知道這個律是假的 對不對 你也不會把它丟掉 這個律是假的 可是你也不會把它丟掉 你覺得抓著不放 你只能夠抓住你現在所以 因為你怕虧損 所以你們讀聖經 中間覺醒不能明白真道 沒有辦法藏到主人的智慧 為什麼因為它放不下 因為它不願意打碎失敗 所以真是失敗 第二句是罵人家 在聖經說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 使你們順手我的律律 與經手遵律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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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他要這麼做 所以 所以歌里多多數 才會找到我們今天 背誦的經文 我們再一起唸出來 你們 明顯是基督的信 借著我們修授的 不是用默寫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字版上 乃是寫在心版上 是寫在心版上 根本心版上 開始被雕刻了沒有 開始寫了沒有 開始刻進去神的話有了沒有 這是仿製的 仿哪裡 仿這裡 除外體積有談到很多寶石 不要說我看萬事如同分組 聖經都講很多寶石了 這些寶石是要掛在祭司的胸前 做一個胸拍 然後第一行是紅寶石 紅義喜 紅玉 第二行是綠寶石 藍寶石 金剛鎖 金剛鎖 第三行是紫麻老 白麻老 紫金 第四行是水艙 玉紅麻老 地獄 你說不知道他價值 他就是刻不動的石頭 你知道嗎 他刻不動 畢竟是所有貴重力他很硬 硬度大概在7.5 超級硬的 你一般的雕刻刀都要刻他 長得應該像這樣 我是模擬的啦 刻不動 但是呢 下一節經問說 這些石頭都是按著 以色列十二個兒子的名字 彷彿刻圖書 刻十二個字牌的名字 我要講到 神看我們的盧蒙寶石 而且祂要落寬 落寬 你剛才講過的 就是把名字刻上 神看我們每一個都是 而且放在祭司的胸前 在祂的心板上 原來是死板 是木板 然後放著這些寶石 但現在呢 神看你如何寶石 祂把你的名字落寬 在這個寶石上面 因為祂看你 就像寶石那麼珍貴 沒有一個是被 不珍貴的 因為我們是神的工作 所以不要再自愛自領 我若是神的兒女 我為什麼搞不好神都不聽 我為什麼那麼痛苦 你想想珍珠吧 你正在醞釀珍珠 想想鑽石吧 所有珍貴的東西都是經過 不是結論 高溫高壓長時間 你跟著我說一次來 所有珍貴的東西都是經過 高溫高壓長時間 高溫高壓長時間 可是有時候我還想 上面啊我們健康完了 你為什麼還沒有 讓我們健康模仿結束啊 為什麼每個月我都在那邊 高溫高壓 要多久啊 還有多久 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但是我想 真的 我們大家至少 如果沒有吃過困難的 你可以幫忙 背背這些債務 好不好 現在剩下八千多萬可以 有時候思維都念不出來 八五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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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八零 到底是多少啊 八千五百多萬 有沒有錢過那麼多 因為那是用我的名字啊 所以我就每天 就會高溫高壓長時間 但是這個過程 讓我學習很多東西 這個過程讓我 能夠很看重神的每一句話 這個過程讓我能夠成為 能夠更貼近神 更緊緊抓住神 如果你沒有受過苦 請你一起來參與這個健康管管 讓你也嘗一嘗 但是土從來就沒有放棄 從來就沒有不守信用 每次總是要到了沒有 可是他就突然間又預備 感謝神 很多人被感動 然後就願意參與 好 所以說 上面的印記 這是落寬 主任是誰是他的人 又說 凡生無主義的人 總要離開不義 就像離開那個不對的 不義就是不正當的行為 義就是正正當當的行為 就是你要被雕刻 你要被琢磨 你要在巧匠的手中 哇很痛苦被修剪 可是這樣子是為了結果是更多 如果你不願意 那你就不會成為這些寶貴的人 你就沒有辦法被神印記 印記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畫家他畫完以後 他覺得很滿意 他就落寬 表示他就是我 我畫 看到他離同看到我 所以 他整個生命都投注在這裡 他的價值就在這裡 當神要落寬 在我們身上 我們要怎樣 要像基督那樣 所以 不斷的你做代工要去看 是不是這樣啊 這樣對不對 耶穌怎麼做呢 耶穌他 本來是至高的 可是卻謙卑 存心順服 他不會說 我不要 我不願意接受 我才不要這樣做 他一直順服 這沒有道理 為什麼 我是神的 我是神為什麼要上十字架被人頂死 可是呢 他謙卑順服 他沒有問太多為什麼 他說我做了那麼多的好事 講到那麼有能力 那麼醫治 那麼多的人 每次的特位都一大塊得到醫治 最後還要被頂一個 掛一個罪名的牌子 不合理對不對 可是他神經說他 謙卑順服 哥洛西書三張師姐說 我們也要這樣 穿上新人 這個新人怎麼開始呢 從知識 從神的話語 替代的非神的信仰 從屬神的知識 開始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好 所以 法版後來呢 摩西 把法版收起來 摩西就站出來了 他開始傳講神的話語 他開始成為神的代言人 而且他下來了以後 旁邊的人很難接受的 因為他臉發光 所以他都要用一個帕子擋住 因為太亮了 如果有時候 牧師講的信息 讓你覺得說 像在講你 我會用一個帕子打起來 不要覺得 這個 扎式是不對的 受苦是不好 不要覺得 現在這樣的 上帝對你不好 不是 上帝希望你在祂的手中 能夠成為完全 然後你可以等基業為上次 聖經說 當你無論做什麼事 只要認定主 智慧主做人 你就會得到什麼 從主那裡得到基業 好 我再講幾個例子 當你發現神的話語 像精靈那麼可貴 很多人都不懂 什麼精靈 如果這本神經 和精靈寶石 你要選哪一個 想說他是真的 要選這邊的舉手 真的嗎 要騙的好不好 五千萬 要選這邊的舉手 哎呀你們好像沒有聽懂了 對 五千萬可以買好幾本 你要這本 就要把丟掉 收起來 懂我的意思了嗎 你們還不打破十板啊 還弄十板 趕快打破十板 這是十板的啊 如果你以為 你五千萬可以買多少啊 買一個就好 請讓它來奉獻 你要把它刻在裡面才有用啊 如果你讀的聖經 只是讓你有一個宗教的儀式 一個行事 沒有辦法讓你的生命 將神的容美 彰顯神 也不落款在上面 你想神的兒女嗎 你虧欠神的榮耀 好這個人 有沒有看過 之前 他還拍成電影 他是一個衝浪 對 他被殺魚咬掉坐手 他是很棒的衝浪選手 他後來他很吵著鎖手 他就非常濕直 想要去死 然後 因為在衝浪實在很為什麽 可是他 現在到處做見證 說 主耶穌基督 對他的 話語 對他的幫助 所以他現在嫁了一個好老公 然後他幫助他 繼續站起來 因為耶穌對他說 恩典夠用 那首歌的哭了他 怎樣 遇著書斯坦的時候 主耶穌就告訴我 恩典夠用 怎麼聽我 每當我會心失望 完全無助的時候 主耶穌就告訴我 恩典都有 高溫高壓成事件 然後後來他得到全國的冠軍 成為職業級的Pro 他在中國大陸的報紙也都看出來 他為他做見證 他是一個堅強的衝浪 因為神的話語 有些人沒有神的話語 他就遇到這樣就去死了對不對 可是因為有神告訴他 我的念頭你用的 哇 有沒有比千萬的金額可貴 有沒有 有齁 好 這個人他身上穿的是彩色橡皮圈 我現在很多都吃便當的經驗 吃便當外面會掛了兩條橡皮圈 有沒有 我們看來沒什麼就丟掉了 可是你如果好好的去看 這個人他便收入千萬美金 為什麼 因為他做事很認真 他陪他的小朋友玩橡皮圈的時候 就發明了這塊板子 這塊板子可以 就是這塊重點這塊板子 可以幫助很多人創業成功 編織橡皮圈 所以他創造了很高的臉收入 你不要想看神給你現在環境上面的東西 五筆二筆都能當五千人吃法 可是我們常常埋怨只有五筆而已 只有兩條橡皮圈 好 耶穌他要離世的祷告說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你的祷就是真理 你怎樣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樣猜他不到世上 耶穌到世上是謙卑 我剛才不過了嗎 我為他們的緣故 以自己分別為神 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所以當你有神的話語 希望你能夠成聖 希望你能夠被分別出來 可是另外聖經上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應的心 或叫做死心 或叫做死犯 不要再死犯了 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那時聽見他話 惹他發怒的是誰 就是摩西從埃及帶出來這些重人 神四十年一直忍受 厭煩 就是那些倒在旷邊的人 因為他們怎樣 只要死板 只要保護 只要黃金寶石 不要神能忘 因為他們只追求眼前 他們熬不住 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摩西在山上的時候 四十天咒夜 都沒吃 好 這個瓶子很漂亮 他是寫著國家標準一等級的 這個 叫做什麼品牌 叫做聖世牡丹 畫得很漂亮 然後呢 他是一級的 後來他開幕的那一天呢 他請了這些人來 然後把他摔碎了 這一個價值 兩萬塊的年幣 大概合二台幣 大概四萬 所以總共他摔碎了五百隻 價值一千多萬 他把它排著很整齊 然後拿了一部壓碎的這種鐵輪子 然後開始壓 而且那幾個摔得不夠快 乾脆又壓了從那邊開始壓過來 然後再壓過去 中間再壓回來 把他壓得很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定義要造出最好的 因為他們覺得不夠好 他們追求精進 如果你覺得你已經夠好了 就不會進步 但是如果你願意追求精進 你隨時不管你幾歲 你都有機會更好 等級 從這個class 這個 這一級 跳到這一級 只差一點點 但是要經過很多很多的醞釀 從0.9 蛋殼的厚度 要做到0.2 哇 他經過了9年 經過多少的失敗 多少的人嘲笑他 多少人叫他放棄吧 那是他做成的 所以弟兄們 我們一起來練好嗎 所以弟兄們 聽到更加勇氣 使你們說 我們很好 會自己選擇 自己鼓勵 你們如果行得這樣 就要不需要 這樣 依照你們 共共富富的 得以進入我們 主 就是耶穌進入 永遠的活動 這幾樣子 哪幾樣子 看上個女的後數 好 我們一起來報告 天父幫助我們 聽見你話語的人 我們真正的感受聖靈 在我們的心裡面 做那標準的工作 祝你 把你的韻律點長 把你的心理 一個標課 在我們的心板上 替換我們的實性 主 讓我們真正經歷你 使我們的生命 彰顯出主的榮媚 主 讓我們可以活出來 就是基督 求主你使我們 今天聽見你話語的人 我們知道在怎麼做 無論我們做什麼 從心裡做 我們像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你也必須帶領我們 進入到你的豐盛之中 你將打發感謝 靠出耶穌基督聖靈 阿們 阿們 我們一起給你來一段小的 上面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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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無限職嚇 挽过重生 在内身无神之身体 上回一笔拱拱拱拱拱拱 外有主宠万不甘远 阿们 请我们一人站立我们低头领受主导 但愿是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永远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 从失利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会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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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末导臂会 背后臂会 音乐 音乐